高雄岡山焚化场有三名吊车操作人员 竟然利用轮值的机会将原本要被销毁的撕烟 用吊车夹起来再撒到监视器拍不到的投料口平台 趁着人少的时候再偷偷搬到操作室团放 最后用车载出去以每箱6000块钱价格 卖给一名男子销赃 四个人不法获利超过150万元 被检方依照贪污治罪条例 窃取公有财务罪起诉 吊车夹起大把撕烟 但快到投料口时突然升高 接着在监视器看不到的平台周边摇摇晃晃洒下来 高雄岡山焚化场三名吊车操作员 竟然用这样的方式偷取撕烟 于111年到112年2月销毁违规烟品期间 利用轮值操作吊车之机会 分批夹取违规烟品 洒落在监视器无法录制之平台周遭 高雄市府将撕烟送到钢山焚化场销毁 三名吊车操作员利用轮值机会 用吊车夹撕烟故意撒在监视器 拍不到的投料口平台 趁深夜或凌晨到平台搬运 先放到操作室再分批载出去 以每箱6000元卖给一名男子 男子再用每条200元卖给民众 一年多来四人总共获利超过150万 为了贪念坚守自盗 不但吐回获利还得吃上官司 记者良子月点红休高雄采文报道